五局的前半 兄弟相對的進攻 現在是一壘上有跑者 這個球出棒打成了在中間方向 結果穿越新年一家安打 敲出安打的是第九棒的郭劍 與兄弟相對在五局上半的進攻 現在變成了無溫出局 一二壘上有跑者 對相對來講 當然要突破 這個一大的所謂的 先發投手的第一道防線 因為一大大家都知道 他比較不穩定 比較脆弱 當然都還是在中繼後援的這一個環節 敲出一支中線的安打 本季郭劍宇面對林辰化 對戰的成績相當優異 現在對戰是二十一個打數當中 出現了有九支的安打 這個對戰成績是非常優異